他是谁 他是君王 他来做什么 他来教导 传福音 医治病人 将来 更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审判世人 他是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等候他 与他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目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施伟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 马太福音十二章 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 看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 他们关于行神迹 赶鬼之事的争论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 说 这不是大魏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 就说 这个人敢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谱啊 那这里我们看见 那这里我们看见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跟前 而这个又瞎又哑的人呢 他是比较有一个特别的 是因着被鬼附的 并不是只要是瞎子或者哑巴 都是被鬼附的 因为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也看见 有的人生来就是瞎也的 有的就是疾病 所以正是一个特定的 就是被鬼附的 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刚才说的 不是所有又瞎又哑 或者有这些疾病的 就是被鬼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被鬼附的这个例证 像现在有些赶鬼啊 大家不能都认为这就是灵恩派的 并不是灵恩派才有赶鬼 而是在这里 所有耶稣做过的事 我们都会要去做 所有耶稣他说的 他想的 都是我们来学习的 因此我觉得不要把赶鬼 医病这些都归为某一个宗派 任何福音派的 或者任何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 然后靠着耶稣来做这事 好 当他来为这个被鬼附的 又瞎又哑的人 医治他赶鬼的时候 其他主要的是在医治上 主要并不是显出异能 你看 耶稣就医治他 医治也带有释放的意思 于是这个哑巴呢 就说话了 并且能看见了 那我认为这里 耶稣最重要的 其实是对被鬼附的 有病的这样的人的 那份爱和同情 因为前面 上一次我们讲到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 那他也医治了一个 手枯干的人 因此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里面的痛苦 耶稣知道 耶稣就突破了 所有宗教的这些礼仪啊 关于安息日的规条啊等等 而且在这里 耶稣也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 他最重要的就是 要将那个爱 因着爱来释放被捆绑的人 也就像上一次讲到的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僵残的灯火 他不熄灭 他施行功力 叫功力得胜 那施行什么样的功力呢 我觉得真正的功力 就是含着爱和释放 含着同情 含着怜悯的 而众人惊奇的是 这不是大魏的子孙吗 在这里我就发现 众人并没有那么在意 这一个人他疾病的痛苦 他又瞎又牙的痛苦 而在意的是行的神迹 众人因为在意神迹 跟随神迹 就看到 哇 那这人能行那么大的神迹 那他一定是大魏的子孙 大魏的子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讲的米赛亚 就是在旧约里面 也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 这样米赛亚的预言 那法利赛人听见以后 就嫉妒 于是就说 这人敢鬼 是靠着鬼王别西普 就说他为什么能命令鬼呢 让鬼走呢 因为他其实就是靠着 是向鬼王来求告 之前他们也说过 耶稣自己就是鬼王 就是撒旦 那现在呢 他们又说他行神迹 是靠着鬼王 其实两个都是同一个意思 环球传播 那耶稣是如何回答他们的呢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臣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足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灵到了你们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那我们就来讲解一下这一段 法利赛人听见以后 这样来污蔑耶稣 是靠着鬼王 那么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讲到 属灵人看透万事 耶稣看见他们 并不是仅仅听见他们说什么 是不是他们误解了他 那么耶稣是不是要替自己说话 其实不是 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他们意念中就是与他为敌 他们意念中就是要来否认 他是弥赛亚 否认他是神派来的 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他可以默默无声地死 默默无声地成为替罪的羔羊 但是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宣讲天国尽了 所以他接下来对法利赛人的对话 他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被污蔑了 或者为了自己遭到他们的这样的诽谤而来辩解 他其实是为了来说明 或者说为了来传讲天国尽了这样一个道 也就是说为了来执行天父给他的这样一个使命 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的时候耶稣默默无声 有的时候耶稣距离力争 有的时候甚至要斥责 很厉害 所以耶稣就是知道他们的意念是什么 他们要否认天国尽了 否认弥赛亚的来到 否认神的国领导 那耶稣用非常智慧的话 来驳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话 怎么智慧的话呢 就指出他们逻辑的错误 一个就是一国自相纷争 就是说如果我是靠着鬼王 或者我是鬼王的话 那我赶鬼 那就自相纷争 那么鬼的王国 就是撒旦的王国 就成为荒场 其实当他来赶鬼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能够公认这个又哑又瞎 他是被鬼附的 他肯定不是神的灵灵道 神的灵灵道使人得自由 并不使人得捆绑 所以可以确定这是被鬼附的 神的灵灵道是不会让人残缺 不会让人被捆绑在自己的肉体里面 当然有比如说保罗 圣灵灵道他 他眼睛当时看不见了 但他没有瞎 他只是一时看不见 过后神就会派他的使者 让他看见 那看不见的时候 是让他 其实是借着看不见 借着扑倒在地 与过去的扫罗分别 过去的扫罗死了 然后保罗心生 对吧 所以被鬼附的 鬼就是撒旦 他才会捆绑人 捆绑人的思想 肉体精神 既然这个人是被捆绑的 被撒旦捆绑的 而耶稣去释放他 也就是与撒旦争战 所以不可能是与撒旦和好 而又去争战 所以这就叫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那后面这话是一样的 一层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足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所以这个叫三段论 既然你们说 他是被鬼附的 那么被鬼附的就是撒旦国的 那我来赶鬼 就是与鬼争战 医治了他 那就与鬼争战 那我就不属于撒旦 也不是在撒旦王国里面的 对吧 如果我是撒旦王国里面的 就不能纷争 一纷争 那撒旦王国就站不住 他这就是一个运用的这个逻辑 那么马太福音里面 为什么耶稣常常会用逻辑的思辨来驳斥呢 因为当时他们属于 罗马的殖民地 那希腊文化对他们也是有影响的 好那我们继续看 他说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那他这是第二个 前面一个是逻辑思辨 接下来又是一个 我如果靠着别西普赶鬼 那你们的子弟也赶鬼 这里说明就是 法利赛人当时的子弟 在犹太地区 赶鬼并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做 那其他人也做 那其他人做 那他说 那既然你说我是靠鬼王 那么你们的子弟靠谁呢 岂不也是靠鬼王吗 那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 那你们的子弟一定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对吧 又是一个逻辑 然后耶稣的核心目的 传讲的目的就出来了 就在二十八节 他说我若靠神的灵干鬼 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了你们 这里讲到 耶稣是靠神的灵干鬼 他最重要的 耶稣在地上的使命 就是宣讲神的国领导 并且最后以自己的死 成为替罪的羔羊 让这一个救恩的计划 能完成 所以在赶鬼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就看见 靠着神的灵赶鬼 他不仅仅是 释放人 医治人 并且是神的国领导 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 全能嘛 神的全能领导的时候 就是光到哪里 黑暗就会逃跑 好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您 今天我们来读 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看见 神的灵 与撒旦 是何等的不同 撒旦就是来毁坏 来捆绑我们 而神的灵 就来医治 释放我们 主啊 你开我们的眼睛 你也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看透万事 也看透人心 让我们能够 真是像耶稣一样 对于被捆绑的人 而对于在病中的人 有一份那种爱和怜悯 而不要像 法利赛人那样论断 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 嫉妒 亲爱的恩主 你也赐给我们能力 能够释放 那些被捆绑的人 主啊 我们相信 我们里面圣灵 他就有这世上最大的能力 来驱赶所有的鬼 驱赶所有撒旦的权势 光所到之处 黑暗就必逃走 主求你让我们成为 一个光的器皿 主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